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广州亚运下星期五举行 广州今天起实施单商号行车 为了舒缓人流 公共交通工具就免费给公众整搭 今早上班上学繁忙时间最大至良好 又林建成在广州铺 在实施车辆单商号限行的新措施第一日 一些原本繁忙的主要通道 车流明显少了 沿路有警员折查一些限号的车辆 看看他们有没有持有效的准许症 交通管制之下 最受益的是坐地铁和搭巴士的市民 因为未来两个月 民众可以免费搭车 在地铁闸口 看不到闪门弹出来 有乘客说 感觉比平日多了人搭地铁 平时的周一多一点吧 多一点 会不会方便你们 今天要押运少一些钱 少一些支出 有学生就要提早搭车 那地铁不用钱 公交不用钱 那就多人了 与此同时 保安亦都全面加强 所有搭地铁的乘客 手提行李 一律要经过安全检查 在街道上 得时见到 有池冲锋枪的警员巡逻 进入亚运最后倒数 一些指定接待运动员的酒店 保安明显升级 目前这座 包括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 都在里面的酒店 更加有特径在这里解备 酒店方面说 到这个月6日开始 就会全面停止对外开放 而所有在这里上班的 各个机构和公司的职员 对于一律池有效的证件 才可以进入 有线电视记者林建成在广州报道 而下星期五的亚运开幕礼 就会破天方在珠江上举行 令到保安工作难度加大了 当局要出动解放军 南海南队士兵 在附近水域进行地战式搜索 初游林建成在广州报道 摧残的珠江夜景 将会是今届亚运开幕礼的活动报警 位于珠江上的小岛海深沙 已经搭建好舞台 配合了珠江上的烟花 灯光和水幕效果 亚运史上首次在水中心进行的开幕礼 将会在11月12日夜晚 兑现于观众眼前 为了确保开幕礼万无一失 海深沙一带的珠江水域 已经成为重点保安地带 海军南海艦队的200多名官兵 分阶段对附近进行地尖式搜索 今次就出动蛙人跳入珠江 到5至10米深的江底 看看有没有可疑物品 多数水域水下能量比较差 再加上潮流的影响 以至抵制结构的复杂 我们少在探幕作业有时很难进行 多数时候主要靠我们成长人 用双手去搜查和探幕 鄰近海深沙的二沙岛 亦都是另一个重点保安区域 亚运期间二沙岛会全面封闭 住在这里的300多户居民 亦都要有通行证 才可以回家 据估计广州亚运的总保安开支 高达20亿人民币 而全市亦都安装了超过260万个币路电视 确保当局能够做到最全面的监控 有线电视记者林建成在广州报道 明天会讲下 今届亚运的场馆都以简单述用为设计原则 当局说要降低场馆营运成本 日后可以多些开放给公众使用